大家好,我是草莓妞 今天來快速帶你了解一下台版即將要上的SP活動光榮一戰內容有哪些 SP活動其實台版之前也有上過愛當親王的努力計畫希望 他們一樣就是一個獨立的地圖,有一個小劇情在獨立的地圖裡面去周回 這次活動也是一樣,就是不斷的周回,周回拿獎勵 這個地圖特別推薦的地方就是金縮魚 不過版本好像有些差異,在日版等級大概平均是33到55 所以普遍來都沒有紙菜可以打撈,在美版入版等級比較高50到70 所以SP2他們是有紙菜可以打撈的,我不知道台版可能會上哪一種版本 不過台版也經歷過了墜落活動 相信普遍的平均等級應該是可以適用這個入眉版的比較高的等級去做打撈 因為這樣子在打撈縮魚跟紙菜的時候是非常好的一個效益 那這邊報酬的內容可能會有所變動,那到時候再看 好,那人物獲得方式其實也蠻簡單的 三星獎勵通關20次,通關60次你都可以免費直接把角色帶回家 甚至在SP2也可以打撈熱心,SP3也可以打撈光榮 那建造部分也有機會建造 不過既然可以免費帶回家,我相信你應該不會想要去建造才對 那這兩隻驅主未來也可以改造 我不知道台版會不會直接跟上改造 那如果可以的話,可以獲得不錯的技能跟屬性 那光榮他的身優就是下屋則主 對,就是大家熟知的尖銅音 聽完你是不是覺得龍化了啊?應該把他帶回家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角色的性能分析 光榮是一個陣行 他的性能是戰鬥機、魚雷雞、魚雷雞 322的分配 不過效率最高的是在戰鬥機身上 那魚雷雞效率其實蠻低的 皇家的紙皮陣行就是光榮跟方舟了 那方舟比較著重在魚雷雞的輸出 所以這一隻光榮比較偏向是輔助性能 他的技能也是偏輔助 只要起飛後8秒內 前排都會受到減傷還有增傷各數8 其實他就是類似翔鶴的一個短板 翔鶴是全體都會增減傷10% 那他只有前排輔助 然後基本上他的航空攻擊也不是這麼厲害 裝點很慢,所以不用太期待他的傷害 他主要就是拿來做輔助用的 好,熱心改的部分 他其實就是一個航母的輔助 他有航母減傷跟航母增傷這個技能 中間這一個讓敵人攻擊力攻速下降 其實期望值不高 你可以忽略,不用看打 主要就是帶航母出去 可以使航母獲得增傷跟減傷 那安排或是要用空母打擊敵人 非常好用 那阿卡斯塔改呢 基本上蠻微妙的 他的技能前面有一個 只剩下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會啟動雙面刃 提高敵人的傷害有50% 可是自己會受傷 前面只剩下他一個人了 還要啟動雙面刃 那不是生存力會盪很多嗎 那另外一個就是基本上的拉煙 開場跟15秒都會有拉煙的效果 再來是一個蠻特殊的技能 旗艦減傷 趴慢之後另外一個驅逐 皇家驅逐有帶旗艦減傷的效果 那如果你喜歡用這個技能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帶出去用 基本上他算是一個低耗有愛發電型的一個角色 能力輸出不高坦度也不高 輔助也有但是不是這麼必要 喜歡他的你還是可以把它帶出去練 以上是這個SP活動的一個簡單介紹 重點就是打撈金鎖魚 因為金鎖魚很少出現在地圖上面可以打撈 那這次也是唯一你的機會可以打撈金鎖魚的 那如果你開箱開不到的朋友 盡量趕快把金鎖魚打撈回來吧 好啦那我是草莓牛 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